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22日 最高法院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获取前总统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扫清道路 拒绝了后者阻止公布其纳税申报表的请求 这是最高法院给特朗普带来的又一次决定性失败 现任大法官中有三名都是犹他任总统时任命 这一决定意味着财政部可能很快会向众议院提交 特朗普六年来的纳税申报表 俄克拉荷马州警方22日通报 该州移出大麻农场20日发生惨案 4名受害者遭到刑刑式杀害 警方称 4名死者包括三男一女 他们的身份虽然尚未透露 但都被描述为中国公民 另外有一名中国公民在事件中受伤 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根据目前调查 警方相信这并非随机杀人 嫌犯与受害者相互认识 但不确定他们之间是亲属还是同事关系 几名克罗拉多全市Q俱乐部枪案幸存者谈到这次可怕的经历 分享了一些细节 几十年来经常光顾这家夜店的艾德·桑德斯表示 他在准备结账时背部遭到枪击 转身后大腿又被击中 他躺在病床上说 我现在笑是因为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詹姆斯·斯劳表示 他、他的男朋友和妹妹在准备离开这家夜店时遭到枪击 他的妹妹伤势最严重 有13处枪伤 对营销数据的分析发现 推特前100名营销商中有超过三分之一 过去两周都没有在这家社交媒体平台上做广告 表明广告商对马斯克控制该公司之后的担忧程度 数据显示 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的几周内 包括前50名中14家在内的数十家顶级广告商 已经停止在该平台的广告投放 拜登政府22日宣布 将延长暂停承还联邦学生贷款的期限 与此同时 拜登的债务减免计划仍在法院受阻 原定于明年1月到期的暂停支付将延长至6月30日 或者直到与债务减免计划有关的诉讼得到解决 如果相关诉讼在6月30日之前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支付将在60天之后恢复 福奇22日出席离任前的最后一次白宫简报会 他表示希望人们能够记住他为工作付出了我所拥有的一切 他还说尽管新冠疫情是他职业生涯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也只是我从事这个工作40年来的一个片段 不过他还称自己从未想过这场疫情能持续这么久 夺走这么多人的生命 Hashtag福奇的话题登上推特趋势榜第一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